法拉玛前外交部长迪亚哥 今天中午上远中到达台北机场的时候 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迪亚哥这次是专程前来我国 参加亚太地区市政会议 法拉玛市长一定明天晚上到达台北 越南机共市长杜建饶 以及大乐 县港 秦宜等附着市的市长一行五人 今天下午两次不分抵达台北 台北市长张峰继曾经到机场欢迎 西共市和台北市已经进阶为组内市 双方的关系非常良好 他们这次来也是专程前来我国 参加亚太地区的市政会议